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武情系 武情系是我国后韩三国时期名义华陀 根据中国古代的导引 土纳雄精鸟生之术 研究了虎 鹿 雄 猿 鸟 鸟 武情活动的特点 并结合中医的脏腹 气血 筋肉等学说 所编制的一套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传统的练功方法 练习武情系的时候 要注意 钢楼相机 动静集合 神行合一 快慢相间 武情系和中国的武术导引按摩 多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 在武术中 大家就知道 有很多套路 他吸取了武情的素材 男拳 俯贺伤形 他就吸取了俯贺鹤的形态 然后 根据攻防的动作 鞭子的套路 在武术的很多动作名称中 多体现了武情的含义 比如说 太极拳中的白鹤亮智 对吧 有的少林拳里的 门虎出洞 黑虎套星 等等 这都说明了 武术和 安抹导引 在他的发展过程中间 吸取了很多武情的素材 那么同时 武情戏呢 他也从武术的发展 和实际应用中 吸取了不少的武术动作 充实和发展了自己 那么根据中医的丈夫学说 武情戏是配武藏 虎戏是主干 鹿戏是主肾 熊戏是主皮 猴戏是主心 鸟戏是主肺 霉戏 多有它特定的功能 组织某一个疾病 但是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所以在锻炼武情戏的时候 一个方面的丈夫得到了锻炼 全身的丈夫 同时也得到了加强 好 下面我们开始 学习武情戏 首先 我们先学习 武戏 五星戏的第一戏 是虎戏 我们在练虎戏的时候 不光要注意虎的形态 而且要注意虎的神态 练的时候 还要注意 要进入虎的意境 虎戏 一共由五个动作组成 虎溃 虎抓 虎扑 虎扎 虎旋 好 现在我们开始 学习动作 我先把虎戏的动作 完整的演练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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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门湖开始下山 下山以后它开始找食物 看看有什么动静 有什么可以抓的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 首先要进入湖的意境 好 现在开始练习动物 首先 一年要集中 气增丹田 皱增中增 等安静下来以后 我们开始练习 好 两手提起 沿起两次提起 左腿抬起 然后脚跟轻轻着着地 成功骨折成功骨折 手成虎转 下按在左腿的两次 身体右转 带动两手 运动 目光会先看进去 难过逐渐的放远 好像在找食物 左势 右势 和左势动作一样 这有方向不同 练习虎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意念 意念要从地上起来以后 然后经过身体的两次 做菌肝筋以后 然后下按 下按的时候是称虎转 虎转呢 就是五指分开以后 长指缺缺 掌心内寒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要求意念 倒打手指 立冠手指 在找食物的时候要注意 由近向远 由腰带动 腰一带动 整个 代脉就开始旋转 带动整个经络 好 现在我们完整的过一段 好 现在我们完整的过一段 好 现在我们完整的过一段 好 现在我们开始学第二顿 虎抓 虎抓的意思就是说 门虎下山以后 找到了目标 它开始脱使食物 好 现在我们一起联系 先见前面一个姿势 不愧 重心后移 两个上肢 这个时候要注意 吸气 南口重心前移划锅 左脚上步 成定步 左脚向左前方 划一大步 成功步式 右手下按 左手在身体 左侧 这个时候要有意念 也就是说 我抓住 抓破住一个小的动物 同时要护气 吸气和护气 一定要配合好 接住右手 动作基本一样 左右不同 好 做这个动作 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刚揉相近 上肢的时候 是吸气 下铺的时候 是呼气 从中医理论上说来 这个也是 吸气 排鼠 好 现在我们 把这个动作 完整地演练一遍 第三个动作 是琥珀 也就是 这座上面 古诈的意念 那么遇到 刨得比较快的动物 那么老虎抓的时候呢 就不是很省事 它也要朝前猛破 才能 捕捉到这个食物 所以在异景上 我们要进入 这样的状态 好 现在我们 开始学习 这上面一个动作 身体 左转 沉 左钉步 然后两手 沿着身体两侧 徐徐 抬起 整个身体后娘 这时候是吸气 然后用爆发力 向前猛破 扑 并要发生 以气翠力 力大指尖 成功不下扑式 下面做右指 扑 好 做这一个动作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钢楼相机 上提的时候 吸气 下扑的时候 要猛呼气 并要发声 这个声音 要从丹田里发错 以气翠力 好 谢谢